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同樣有機會 可以搖身一變成為風水大師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風山水氣精毒班》 我是你們的主持吳文欣 當然還有我們的教授蘇文峰師傅 師傅,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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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歡迎 現場有八位蘇文峰的入室弟子 還有家庭觀眾的你 話說我是精毒班的主持 其實我和你們大家一樣 都是初歌 所以今天打喉非常開心 有機會跟蘇師傅學習 師傅, 你多多指教吧 知道, 報你不懂, 學到識為止 大家都知道蘇師傅非常忙 想找你看風水、八字、榴槤 排整年都排不到 有沒有那麼誇張 有的, 究竟為什麼 有什麼原因 蘇師傅為我們友善電視 開始精毒班 是不是友善給你很多錢呢 這麼厲害 連西貴國不均如 不厲害 主要不是錢的問題 主要是想做了那麼久 因為經常被人問那些 很不正確的問題 是 想在這個節目裡帶一些正確訊息 讓家庭觀眾知道 風水原來不是別人所說的 那麼複雜 很容易學完 真的很複雜? 你經常說很容易 很容易, 是不是 你學完後發現 風水那麼簡單 生活就很容易了 是嗎? 那我們就要努力點學 這個精毒班 自招募以來 已經有過千名的朋友參加 經過蘇師傅精挑細選之後 現在有八位入室弟子出來了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 八位入室弟子的資料吧 很粗糙 我衣服 很難熟 就像在尬師傅 這次我們在尬師傅 不及馬上 可是我們在尬師傅 的 的 現在這次有馬上 有馬上去 硬武器, 學成之後 希望可以成為首位潮爆的女原學家 鄭堅文 她跟蘇師傅一樣 擁有一把長長的手法 陳海威 有空就看蘇師傅的風水書證 肆腰成為一位專業風水師 大燕師傅 坐下…大家年輕人不用這麼馬氣 蘇師傅, 你八位入室 第四位都坐在這裡 所謂加油家規, 喲有喲規 你對她們有什麼期望 還有什麼效規分事呢? 期望當然是希望我們每個回家 把我們教的每一堂背 滾瓜爛熟 熟了之後 就可以一直把我們的學所發揚光大 紙紫酸酸 沒錯… 一代傳一代 效規就有了 最大的介條就是 如果你在蘭桂坊見到我 千萬不要叫我贈兩句 不過請我喝酒就可以了 記住, 在蘭桂坊遇到師傅 就不要妨礙師傅, 結識朋友 在未上課前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跟大家說 相信大家手上也有這個幸運卡 卡上印了很多很重要的風水資料 在上面 學不學得像蘇文峰的風水絕學 就有很大關係 蘇師傅, 不如幫我們解釋一下 好, 現在你看到一頭霧水 這些一畫畫的… 很複雜 原來我們叫卦 不知道什麼 原來一畫長的 叫做羊卦, 短的叫做陰卦 原來羊羊陰陰組成有八個卦 原來我們所有材位、桃方位、空位 就從這個卦這樣算出來 慢慢就會教你 一反反轉, 這個不是八卦 原來我們通常用羅盆的倒數 跟指南針一樣 譬如說正東, 我們分為甲某月 不是正東, 就是正東 南則分為丙五丁三個方向 我們看這個細緻, 你就會看到 這個甲是67.5度至82.5度 這個某是82.5度至97.5度 是不是很複雜? 慢慢就會教會你 很複雜, 師傅 我發覺我連字都不會讀完 所以你就要來學習 所以這十三集有很久學習了 所以所謂一卡旁新, 世界通行 有這個幸運卡在手, 一生受用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 就記住背熟這張卡上的資料 保證十三集之後, 就封山水起了 如果家庭觀眾都想撒取這個幸運卡 就記住連同回遊信封 寄來荃灣海盛路9號 娛樂台, 風山水起節目收 記住是專名撒取幸運卡的 風水風水, 不是亂吹水 原來風水是從生活經驗而來的 因為古代人來說, 並沒有建屋 每個人都是住山洞的 要找一個山洞, 就冬暖夏涼 原來中國的地理形勢 西北就是高, 東立就是低 春天吹東風, 夏天吹南風 秋天吹西風, 冬天吹北風 到秋冬天時, 西北風就吹到下來 所以古代的風水很注重 要坐北向南, 門口一定向南 原來由他們找山洞而來 你坐北… 是 即是我們現在找樓 說向的是看門口, 不是看窗 沒錯…主要是看門口 不用看窗口 我也是說看窗口, 要窗口向南 你是不是禽窗入屋? 不是 不是就知道了 沒戴鑰匙的時候 原來所有屋都是以門口, 就叫向 譬如古代屋和現代屋 為何有一個問題出現呢? 因為古代的屋, 門和窗都是同一個入口 所以只有一個方向, 沒其他方向 現在沒有這些房子 現在沒有 但發展到近五十年, 對吧 我們的建築非常偉大 什麼形狀都有 所以你住五十層樓高, 或者一百層樓高 你一定會走進屋的, 不可以再窗進去 而且現在門就還門, 窗就還窗 可能一個門, 三邊窗, 怎麼辦 有時候人們就搞不定 究竟是陽光照向? 還是窗做向? 還是有大露台, 大露台做向? 變成有一個問題出現 所以記住, 不管你是什麼屋 都是用門口做向 究竟在門口是向屋, 向出計 向出計, 對 所以你進屋, 背著一間屋 再背著一間屋, 看出來 就是你的屋的向, 記住了 大廈門口的門口是向? 還是我們現在住在大廈的? 對 可能是自己家裡的向? 這個你一定要看 你究竟是大業主還是小業主 譬如我大業主, 整棟樓都是我的 我就大廈門口做向 但我住裡面一個其中的單位 我就用其中一個單位做向 譬如你在一個單位裡面 原來租一間房住, 有點慘 就是房門做向 你住套房, 就要套房做向 住一個單位就是單位做向 住一層就那層, 可能用電梯做向 一座大廈就是大廈做向 譬如你住一個房子 他們就用大廈門口做向 而且我們住屋也好 有時候人們前面有門 後面有花園門 原來有時候人們不用正門 用花園門出入 我們就會用花園門做向 所以記住用出入的門做向 總之最多用的門 沒錯… 重要, 以前我們中國地理形勢 西北高、東南低 經常強調千金南米向南流 原來以前說南米向南流的意思 是一百年前, 科技不先進 要冬暖夏涼, 取出天然風 但現在的年代不同 不夠冷, 就開冷氣 不夠熱, 就開暖氣 所以不再需要強調, 要坐不向南 所以現在… 浪費錢 浪費錢… 浪費錢 不要緊 浪費錢比賣貴樓 譬如以上海為例 原來上海還是流行南北通的樓 也是專門找屋 不過會賣貴十多二十個百分 真的嗎 那要交多久電費才賺十多百分 重要, 人人都說住南北 那麼東西是誰住的 當然要有人住的, 是不是 原來不一定南北是好的 重要, 千萬不要賣正南的樓 原來正南的樓 古代比皇帝或廟宇用 你經常看電視也有說 推出五門斬首 你知道紫禁城向五, 是不是 常人原來不能用正南的樓 正南的樓是喊家屋 我們通常, 就算正南都 會偏左一點或偏右一點 所以記住, 千金南米向南樓 古代的意思是要窗向南 不是門向南 所以你不用賣大門向南的樓 要賣窗向南的樓 你節省一點, 也可以節省一點電 明白… 何謂陰陽義氣 剛才教了各位亂頭, 現在就教理氣了 原來理氣由萬物、由無到有 就叫無極生態極 有之後, 原來陽氣上升 陰氣下墜 變成有陰有陽, 叫兩義 原來陽極陰生 陰極陽生, 叫四象 有太陽太陰, 笑陽笑陰 原來太陽屬於火, 代表夏天 太陰代表水, 代表冬天 笑陽代表木, 代表春天 笑陰代表金, 代表秋天 不見了土 原來金木水火混合就變成土 是不是很複雜? 不過不用怕 原來我已經連五行都不用了 原來我現在只會用陰陽義氣 師傅… 是 這個陰同…